哈喽里面我是小方块 那么在之前呢我有做了一个假面骑士W的腰带 是蛮美的啦 但是现在好像被蚂蚁还是蚂蚁咬过这样的 什么样的智障昆虫会去咬这样的东西啊 啊不管 反正那次的成功带给了我巨大的信心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做 假面骑士OO指摩腰带 那么首先呢就是打印出来我们的模板 这次的模板分别有 驱动器本体硬币跟扫描器 全部切割好后就可以开始粘了 趁着现在有点无聊的硕士来讲点话 假面骑士OO是我第一个看的假面骑士 当年我还那么小就选为熬夜追剧 就是因为这个假面骑士 当时我看到大姐姐安裤西山的时候 真的是人生一大创伤 结果好像有两部剧场版安裤有回来过 一个是2011年的剧场版里面的安裤 是从未来回来的 那个时候就有时候会在某个明天再回来 第二个就是2017年的剧场版 里面的安裤是 财团X的科技已经做出来的安裤 最后也是消失了 不过最近有消息说 2022年的春节会上映 假面骑士OO10周年纪念版 听说好像安裤会回来 看来那个明天终于要来了 Yeah 我们下期再见 看来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有什么回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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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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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好像真的放不下去 OK,我是飛了九牛二吼之力才把它转进去了 我很确定我已经破坏里面某一个结构了 看好了,我只释放一次 OK,那我明天再多做解释啦 现在很晚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做好的 哦哦哦腰带啦 好像有点,它写到太写了 那么我来释放它是怎样变身的 就是这个,按下去 然后它会有一个扫描器 就是这个 然后,如果是买玩具啦 我这是什么版的 当然是什么颜色都没有啦 如果是玩具啦,它这边会有一个按钮可以按下去 然后它会 很幼稚耶,这样子讲 但是,作为一个假面骑士的爱好者 不是假面骑士爱好者啦 就是作为一个假面骑士OO的爱好者 这一点点还是很好讲的 反正这个写下去 然后它会 按这个它会响 然后就是这样子扫描下去 先出锻炼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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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点灯 只是帮助 讲,讲,讲,讲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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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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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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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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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上一次做了就是假面骑士W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做的蛮容易的 蛮容易就做出来了 这个假面骑士OO 就是假面骑士W 下一代 就是下一年播出的假面骑士 没有想到仅仅差一代 它的制作难度会上升这么多 它的部件多了非常多 它的复杂程度有多了很多 然后它的部件 真的是花了非常多时间 我刚才的说时可以看到了 它的部件差不多是有这个一个 然后前面这一个两个 三个 然后这边下面四个 然后这边这个五个 然后就后面六个 单单一个腰带就有六个的部件了 太恐怖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设计概念 其实在现在来说 还是非常的固炫的 你看到这个蓝色的点缀部分 然后圆圆一圈一圈 然后三个圈出来了 然后这个上面白白色的部分就好像那种 它就整个看起来好像投币级的一个概念 就是硬币可以放进去的 然后昨天的时候你们也看到了 我差点也不能够把硬币放进去了 我可以给你们看这个硬币啊 这个青色的硬币哦 我做到最后我不知道什么 它的黄色部分会不够了 其实每一个都是啦 但是至少每一个都黏起来 圆圆都黏起来 但是这个是我做不到了啦 就是会有白白色的地方露出来 我是觉得啦 我应该是拿不出来这些硬币哦 我昨天是硬硬塞才塞进去的 应该是有某一个地方给我弄坏掉 我才塞进去的 所以我觉得单纯当个摆设就可以了啦 其实我做好的那一刻我就会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哇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 假面石OO的 然后以前去 去逛那个玩具房抖层 华语该是这样子讲的 他有卖了假面石OO的腰带 那时候我很想买哦 但是那时候还很小啊 给一个小孩子买这种300多块的玩具 所以也知道不能嘛 结果然后我就做好过后 我就突然会觉得哇 我这么多年的 就是想要一个假面石OO腰带的 愿望终于实现了 但是现在是连巴都爆不出来 就是单纯一个摆设而已 现在来一点忏悔环节吧 就是我那里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地方 它有八百色漏出来的地方哦 它就是我就是做不好的地方 因为它我粘的不够整齐啊 你可以看到它头皮的那个部分 都是做的很粗糙 我觉得不要忏悔太多啊 因为也没有意思 这样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子这样 但是这个扫描器 这个扫描器部分哦 它是有分那个会 这个三个点会亮跟不一样的版本哦 这个扫描器我觉得我做的不错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好 然后呢它有 它有那个图纸是有给那个 放硬币的那个盒子 但是我看那影片里面它没有教我 怎样做那个放硬币的盒子 所以我选择不要做了 然后我有找到那个 那个每次安苦拿的那个黑色的 好像一个不止的放硬币的那个东西 然后我也是没有做出来 因为也没有没有没有影片会教 这个硬币的 它也是每一个硬币的 template都有 我都有但是我没有做出来 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 时间不够 这个是我去年做到今年 现在是2022年的1月2号了 我已经做到 这个东西做了两年了 我觉得是时候就这样了啦 如果以后有钱的话啦 而且如果他们日本那边还有货的话 我真的我真的会买一个 这个载面其实是OO了带 是给我一个童年一个交代吧 那就这样吧 拜拜